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众朋友们 如果您总在为吃什么而发愁 现在就请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微信 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上千道的营养菜肴的具体做法 大家可以在电子菜单中自由选择 您也可以在微信中提出问题 铁峰老师会为大家一一解答 铁峰老师今天准备跟大家聊点什么 今天我准备现场考考你们三位 我最怕考试 不打分 咱们都是天天跟文字长交道的 我准备几个略微有点生僻的字 你认识不认识 这看 看这莫凡 这我认识 这王老师认识 奔 我最崇拜一位得意双心的艺术家 林奔老师 郭比亚子 对 其实这个奔字我们看的最多的 我觉得它是昏迷饭店 对 很多那个昏迷饭店 它在这个牌品上都愿意去这个名字 是吧 对 而且它这个奔字啊 我们一般都念这个小字眼 对 奔 奔 对 你比如说牛奔 我们很少就说牛奔 他说牛奔 牛奔老师来了 都是这样的 神经过去我也这么叫 但我特别崇拜这个牛奔老师 就觉得叫奔 有点不礼貌 你现在一看 康阿姨吃过一枚真囊的 然后那个感觉 牛奔啊 牛奔老师啊 您说的 现在就木马人那段 问徐凌军 来 你要老婆我要 是 现在这个很火的 老徐 你要老婆不要 你要老婆 只要你开进口 我等会给你送来 安安 那你就送来吧 好 精子一言啊 印象非常深 看这个啊 这个 这个 啪 你肯定认识 他跟那字挨着 这对 就这应该很有关系的 是吧 是 山呢 他好像这个山啊 他也是一个羊字 代表这个羊肉这个山 但是我们在说吃羊肉这个山 不用这个字 还有点缺理 是吧 你们给年轻人一点机会 你让莫凡 你让莫凡打一哈 莫凡 莫凡你说这字 太简单了 这我有什么可看的 这 鱼 这个 念鱼 叫我鱼呗 这纯属是湖边烂造 这个三个马就念鱼 那三个牛就应该念门 三个鱼 三个羊就应该念 喵 这什么 逻辑 这话老师可能看我日记了 你怎么知道我以前就是那么念的 三个鱼字念什么 念三个鱼应该念 是个拟生词这是 我告诉你啊 这对念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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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两对 考你啊 又考我 对 这两对 念 波锦 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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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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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啵 你认识这个啵是不 下段节 然后 他这个莫凡比较有优点 就是四儿认识一半就敢念 敢念 对对对 敢念 这叫鼻气 啊 嗯 差意思 鼻气是我们今天要说的食材 哎呦还有食材信名叫鼻涕 你说这干净 是不是 太气人了 真的 郑黄老师说你干净点就行 鼻气 这种食材吧 其实祖国大江南北哪都有 就是频率不一样 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 很多 70年代末 80年代初的时候 是 经常吃 那个时候我想想 那个时候就是 现在的就是 南方那个水果都很少 就是北方最常见 就是苹果呀 梨呀 又那种白梨啊 但是这个鼻息 有一阵很多的 就是都会买来当水果吃 它那个味也挺好 挺好吃 脆剩的 对就这么大 这皮是黑的 那皮是黑的 然后我们买 买过来之后把它掰开 把你的羊吃了 皮就扔了 这提起这个鼻息 在我身上还有笑话 我是学说相声嘛 学说相声启蒙这头一段相声 保证是爆菜名 对 爆菜名里边就有一个桥段 就是我请您吃四干四鲜 四冷婚四蜜 三个甜碗四点下 就什么叫四干呢 四干就是黑瓜子 白瓜子 我说核桑上就是唐杏仁 四鲜呢就是本山苹果 深中蜜桃 广东荔枝桂林马蹄 但是我就不明白 我说马蹄能吃 马蹄能吃吗 马蹄子 马蹄子 我说能吃吧 我就问老师 我说这这马蹄能吃吗 他说你你你你不懂 你等将来到南方演出时 我告诉你马蹄是什么 结果有一次 就是到广西去演出 说一会儿就有马蹄 我就来等着这个 就因为老师干 我不能说糊涂像是吧 我就没吃过这种东西 我得明白明白 这马蹄怎么吃 咱得看看 跟东北猪蹄有啥区别 结果那东西吃完了 我问老师 你骗我 哪有马蹄 他说那边黑的那就是 我说那 我听他们说不叫马蹄 那个东西就是 笔气 这是俩名 对 笔气名不一样 所以咱那开始 我才见过笔气 也知道这个马蹄是什么 其实你一看着就知道 这马上咱这也有 咱叫笔气也有叫马蹄的 我小的时候吃过一段时间 就像您说的 七十年代末 八十年代 那时候很多 现在很少了 但是他在北方 咱们他都不如在南方出现的秘种 南方人家吃笔气 吃马蹄 那家常变饭 很多菜里都有 我吃笔气 已经很久很久没知道了 反正因为我家是湖北的 我家湖北的 我第一次吃它的时候 就是回湖北 回湖北老家 当时那车不像现在这么发达 从长春出发 先到北京 北京倒车 然后到武汉 从武汉去汉口 然后再往襄阳去 从襄阳再倒汽车到宜昌 他这段路上 他有那小摊贩就卖这个东西 卖那个 拿个框 拿个框 卖笔气 卖灵教 灵教 灵教 灵教我也知道了 那个时候吧 就是单位老汇餐 不是我们单位汇餐 是我爸我妈他们单位汇餐 那个时候还有汇餐呢 哎呀 不知道啊 那个时候吧 一般都和某些重大的节日有关系 对 然后呢 我父母那时候医院也就三百多人 都是自己带饭 但是没有大食堂的 怎么办呢 就得请儿 请师傅 这个地方会于试吃聚餐 这个聚餐呢 纯粹是单位内部行为 然后呢 外人第一 你也进不去 你也见不着 再有一个呢 是大家凑在一起改善伙食的时候 因为那个年代物质太困房了 对 就是几个月吃不着肉 是很常见的事情 单位组织出面 让大家改善一下伙食 是非常得人心的一个行为 所以 会餐 对于那个时候单位 那些职工来讲 楼耳中指 我真有体会 是吧 我跟您说 胖阿姨 振华哥 我爸我妈单位只要会餐 那天我指定把钥匙丢了 是不是 明白 明白 去呀 中午放学了 我钥匙丢了 我进不去屋了 对呀 我不得去找我妈 对 对不对 我在一楼找完我妈 我还想上二楼找我画去 嗯 哈哈哈哈 两桌我都得走一遍 对 完了然后还得很委屈地说 妈 你看我没办法呀 你说我钥匙 我都不知道我哪儿了 我把钥匙丢了 对呀 那时候钥匙都记耳神挂脖子上 多聪明啊 那些所有 那单位所有的员工 孩子要是高丢了 对呀 哈哈哈哈哈哈 你说太对了 这都是爹妈事先交好的 对呀 大家心领神会 嗯 然后孩子一来之后 大家不约而同 嗯 各自盘在面前 嗯 有家肉片子 哎呀 吃一块 对呀 哎 有家 反正怎么样 溜溜溜溜溜溜 嗯 香肠 嗯 这有格瓦斯来喝一点 对 对 最好的就是 来一块四洗丸子 哎呀 没呀 为啥我说这事 对 四洗丸子里 必须加比气 哦 这个还真不知道 怪不得 你铁方老师 比我们知道那么多 原来你小时候 吃的好多费 这不是人 小时候经常不要 太多了 对呀 小时候就好吃 那时候吧 他们的大师傅吧 要做这四洗丸子 他当 就是外面搭那种野草 一大汽油桶 对 对 或者拿砖头 垂着浇 做的那种造 那么都有跟堆的人 有人把菜 有人洗菜 有人切 有人炸 那我就打小 就愿意看这些事 你不讲吗 我妈在厨房 我都得去看 我都放这么大场面了 是不是 离远远看 看做四洗丸子 那丸子怎么堆成团 还不散 不散 不堆呢 我就看着你做 这里边其中就有马蹄 瓶扒了 外边瓶 然后剁碎 加到里面 再加粉面子 就是淀粉 对 那个年代 做四洗丸子 要加很多淀粉 它比较面 不像现在 加一点点 现在肉多 现在肉多 那时候肉少 然后团成形 这么大一个丸子 下锅 一炸 一定行 蒸完之后 胶尖一溜 往上一段 这么大丸子 这太好 就是废饭 这个 你想想都是那个年代的事 对 就是现在啊 就是咱们北方市场 好像不像咱们原来那个时候那么多 但是也有卖的 也有卖的 现在就是小的时候是那么吃 但是现在买回来 再那么吃 因为色味大了 就觉得不怎么买了 为啥就和你 太简单了 那么一时 但是又买回来 还没什么意思 是吧 是吧 不会做 对 然后就是 不会做呀 你说怎么办啊 我就知道这么回事 其实小的时候吃鼻气 最多的时候都是生吃 对 对 发口就吃 像您说灵脚的生吃 然后那个鼻气要做 其实特别好做 当然我这也是后学 当年也就知道 做四溪丸子 要用它 鼻气生吃也可 熟吃也行 营养价值非常高 这鼻气我是喜欢吃的 吃鼻气减肥 促进肠蠕动 但是呢 这都不是最主要的功能 鼻气最大的功效 我们叫生筋止咳 润肺化痰 你看那鼻气 去了那个皮 它里边是白白嫩嫩的 对啊 这个白色入肺 这个胃甜而多汁 而且它本身是 富含粘液的东西 所以它就是一个 生筋止咳的 它能够帮助我们 除胸中烦闷 缓解热病筋伤口渴 同时呢 清肺热 你说现在谁感冒了 咔咔咳咚 清肺热 有黄痰的 用它就可用 日常生活当中 多吃点鼻气 除了黄痰 哎呀 要是早十年 我就认识这个 直到有这个功效 我肯定得多吃点 是 我那时候演出比现在多呀 一天两三场 回到家里这个 这个嗓子就牙 经常咳嗽 有的时候早上起来 吐那个痰 真是黄的 那时候你要问我 这早我就 告诉你该怎么办 但是那时候 他们以前在保守多了 对呀 也不一定说是吧 该说得说 我记得头几年 以后吧 那个我们有个亲戚家的孩子 学美声的 唱特别好听 考试非常重要 是国考是吧 我不太懂啊 哎 考试前不久 就可能是着急 雅丽喇嘛 上火了 就像你说的 坑卡咳嗽 然后有黄痰 嗓子就开了 那有些音儿发不出来 不亮呗 那叫这儿的地方 这音儿一上去 你声音不好听 不甜美 不高亢 对不对 那你分儿就上不来了 然后孩子更上火了 这玩意就越来越重 怎么办呢 家里人这时候 就想起我来了 一般医院看完之后 不好使 没招了 都是没招的时候才找我 我说第一 医院该去 还得去 对 你这个 虽然大多数咽咽 95%的咽咽 都不需要吃抗生素 但是你这个 医生该吃啥 你还得吃 第二 赶紧上市场买鼻气去 再买点血梨 鼻气血梨一起炖汤 哎 一锅水熬出这么一小碗 一天喝三碗 连喝四天 考试头天晚上 嗓子好了 哎呦 没当务事 多好 这我就强烈建议啊 哎呀 这以后啊 每回咱们节目开始之前呢 您都先给咱们熬一锅 咱们也喝点 什么 你说话挺多的 咱们也好好养一养 是吧 哎 哎呦 你们出伤好了 不是我就觉得莫凡 人家特别的会把握时机 你看人虽然没催菜 但是让你给加餐 你看莫凡的秘书 还得弄一大锅 然后熬成一小碗 熬成一小碗 终于大锅 你说得多少时间呢 这是我提一个建议 是吧 是吧 咱们这个导演 直接把莫凡那个麦给关了 是吧 他这传染我了 你看我 我这么样脸的人 我都哎 我还没说 不是 不是 这会儿老师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你知道吗 把我这关了 我怎么催菜呀 大伙儿不是 这还不行 我跟你说你说了半天就这句话 靠谱儿 老天咱们今天做点什么 我这一看 没有永恒的朋友 对 只有永恒的利益 对 咱都说鼻气了 咱就用鼻气做菜行吗 撕起丸子 太难做了 废事麻烦麻烦 我们炖个汤吧 拿鼻气炖个排骨汤行吗 排骨行啊 这么多莫凡议 他就记住排骨了 行 今天咱们就做了一个 咱们到第二现场 把这道菜呈现给大家 铁峰老师的独家小视频 在快手上发布了 想要了解更多健康小窍门 可以点个关注哦 首先打开快手 在右上方找到一个放大镜的图标 点击图标 输入铁峰帮你忙 查找用户就能看到铁峰老师的视频了 点击视频 在右侧头像下方点击加号 就可以关注铁峰老师了 更多独家营养菜 健康小窍门等你来看 健康饮食服从口入 吃出营养吃出健康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如果您还在为每天吃什么而烦恼 您可以立刻扫描 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电子菜单 让您吃出营养吃出健康 今天这道菜需要的食材首先就是笔记和镜牌 另外还需要一点胡萝卜 笔记去泥去皮 用水浸泡清洗洗干净 笔记胡萝卜切滚豆瓣 放一边备用 洗锅烧水下排骨 冷水下锅 焯出血沫之后把排骨洗干净 然后再次烧水 下入排骨 大火烧开慢炖30分钟 这是一个通常常用的手段 时间到 下入切好的笔记和胡萝卜 盖上锅盖再煮10分钟 10分钟之后开始调味 盐 鸡精 再加一点点的糖就可以出锅 今天这道笔记排骨汤就为大家制作完成了 这菜呢咱们也做完了 电视机前的您要是没记住或者是哪块没看懂的 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添加微信 在微信里您可以反复观看 接下来让我们看看今天的微友都提出了哪些问题 什么样的烹饪方式得到了铁峰老师的大家赞扬 做糖醋 酸酸甜甜 能开胃 这个做法不错 对家长很有水平 对饭做的 街边爆火的小吃 原材料竟是他 他卖25 卖我烤地瓜粉 我估计不会买 精彩节目 稍后继续 健康饮食 服从口入 吃出营养 吃出健康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如果您还在为每天吃什么而烦恼 您可以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关注我们的电子菜单 让您吃出营养 吃出健康 首先呢 用这个手机微信 点击右上角这个小加号 然后会出现一个黑色的方形的菜单 那里有扫一扫三个字 您点它 然后呢 就会出现一个像照片机镜头一样的东西 你拿它对准我们这二维码 就会自动识别 识别成功啊 就可以出现一个全新的界面 这个界面最下面有六个字 叫添加到通讯录 是蓝锁的 您只要点它 就可以跟我们成为朋友 您 就算成功操作了 这位微友叫幸福一家 说这个马蹄可太好吃了 嗯 说他儿子特别愿意吃 说每次 每次都跟莫凡一样 说要吃鼻涕 哎呦我的天 哈哈哈 他每次都做成糖醋的 酸酸甜甜的 就是没想过啊 这东西还能调身体 嗯 说提方老师您看我这个 糖醋这做法啊 会不会影响这马蹄这个作用啊 啊 给小孩吃糖醋啊 很好 有很多小孩啊 他吃饭困难 嗯 哎 他这个嘴里没味儿 哎 做糖醋啊 酸酸甜甜 能开胃 这个做法不错 这家长很有水平啊 嗯 这饭做的啊 嗯 这个马蹄的做法呢很多 我们电子菜单里也有介绍 嗯 糖醋的 小炒的 炖汤的 什么都不影响 该怎么吃怎么吃 尤其季节交替的时候 大人小孩多吃一点没问题 嗯 哎这个问题我觉得应该有必要说一下啊 这个 这位叫雪山飞狐 他这个问题很特殊 大家看啊 他说这段时间后背经常会突然发紧 就是揪一下 有时候还会疼 说一阵一阵的 说一下子也就过去了 刚开始的时候呢也没注意啊 他就以为是干活的时候 这个姿势没掌握好 说闪着了 但是最近变得越来越频繁了 有的时候啊 这胳膊这手臂也跟着不舒服 也说不好到底是酸呢还是炸 反正就是一瞬间这一过去就没事了 他想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得吃点啥 他心脏这个躯啊 躯干这部分有疼痛现象 更重要的是后背会一紧 这个一紧可不得了 这不是肌肉真的在紧 而是什么 而是循环障碍 心脏攻血不足 他所谓的一过啊 疼一下 这事都过去了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这个事发生在他的心脏啊 这个攻血的时候 有短时间的断流 建议这位血神肺虎 你应该尽早到医院 给自己做一个 24小时的动态心电图 这是最起码的 我觉得不论你这一次 能否到医院做系统检查 你都应该好好吃点 要是腹眉Q10吧 给自己的心脏加点动力吧 不然的话可能会很危险 我这还有一位唯友 他这名字挺有意思 叫小二黑 叫谁结婚 对对对 他说之前啊 我都没见过这个东西 家是东北的 然后他呢在这个荆州上学 我老家呀 是吧 第一次看到鼻息的时候呢 是消好的 然后在水里泡着呢 我同学就推荐他说 哎这地瓜可好吃了 他说懵啊 后来才明白说 他们这个叫这个马蹄地瓜 哦哦哦 说是在这个地里翻出来的 就是我们常吃那个红薯 它不叫红薯啊 就是熟 对 对 那个我老家湖北的嘛 就是 熟粉 就是地瓜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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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边卖那个烤熟粉 你卖我25块钱一份 就是地瓜粉 对啊 不行嘛 我老家湖北京门大山里头啊 那个叫三骨圈 三骨圈 李家平 嗯 上去顶上都有自家的地 那山都利斗利斗的啊 那山里头有红薯有玉米 嗯 然后有芝麻 嗯 最要紧的山上能翻出来什么 魔芋 魔芋 哦哦 你们现在吃的魔芋都加工好的 嗯 我们老家翻出来的那魔芋啊 磨成粉啊 就跟我们做成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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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粉皮 嗯 是一样的 那很粗比的 嗯 那里边很粗糙 但是热量特别特别低 减肥特别特别好 哦哦 而且我专门在网上买过 嗯 就我湖边老家的那个那个 魔芋是非常好的 嗯 哪天给你们讲讲魔芋 嗯 哪天给我们吃点 然后吧 不同地方的食材不一样 嗯 就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地瓜的时候 我要说吃地瓜 嗯 我跟我四叔 我说我要吃地瓜 嗯 他回去翻半天拿回来的 就小框撞的就是笔起 哦 我当时就没明白 嗯 嗯 他为什么拿回来是这个东西 嗯 后来 在烤完的那个红薯 告诉我这 勺 啊 红薯叫勺 这个叫地瓜 嗯 我们说那个勺粉 勺粉 就是地瓜粉 就是地瓜粉 他卖25 卖我烤地瓜粉 我不就不会买 这几个钱小把你心疼的 所以说你这这 你荆州呢 我是荆门的 荆州和荆门还留点距离 不太远 但是哎呀 老姜 啊 老姜 他没见过 还有眼泪就下来 对 嗯 谢谢大家